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三月逝世的知名物理学家霍金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等992人进入绝学 资料图 英国物理学家霍金 英国钞票的正面都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 背面则印有各种不同领域的著名人物 英国央行总裁卡尼 先前宣布 新版50英镑钞票的头像 将纪念在英国科学领域有贡献的人物 由民众上网提名 央行原本表示 仅有在科学领域相关人士可以被提名 但撒切尔夫人最后仍进入了决选名单 央行发言人表示 撒切尔夫人有化学学位 还曾经从事化学研究工作 他带过研究团队 后来协助发明了冰淇淋 资料图 英国前首相马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 撒切尔夫人在牛津大学取得化学学位 还曾经短暂在食品公司起头从事研究工作 但他后来转而修读法律 成为律师 并投入政坛 央行表示 提名期在12月14日截止 共有23万人被提名 筛选至992人进入决选 其他入选者还有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 Galanturin 女科学家富兰克林 Rosalind Franklin 等人 将由货币人物咨询委员会进行筛选 将于明年夏天公布 新版50元英镑钞票 将使塑料材质 取代目前印有工业革命先驱 蒸汽机改良者瓦特 GAMESWAT2 和他的合伙人波尔顿 Mathieu·Botin 投向的纸质钞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thieu·Botin preci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